請曾部長 吳偉你好 你好部長我剛剛在台下聽到你說北間有利用關係 跟馬街醫院徵詢 你可不可以講那是什麼關係啊 政府機關之間 跟另外一個機關之間是用關係 在處理事情的 你有沒有留下紀錄啊 有沒有電話紀錄 有沒有公文 不然什麼叫關係 那個北間 是不是 北間有同仁 跟馬街醫院的護士 是夫妻 私底下詢問這樣可以嗎 什麼叫關係 沒有這回事 那什麼關係啊 我們都是正常的關係 正常的關係講出來 你是用電話紀錄 發傳真 還是用什麼樣的公文 什麼關係 因為是台北監獄去接下聯繫 我們是不是請台北監獄 那個 用什麼樣的方式 程序是怎麼樣 講清楚 我請他來說明 他們接下聯繫的過程 委員好 我們跟那個 有關於馬街部分的話 是在薯桃 就有一個馬街的醫生 在薯桃服務 從馬街調過來 所以你是跟薯桃裡面 一個馬街過來這邊看診的醫生 跟他問他說可不可以 政府機關處理事情是用這樣處理的嗎 我們是在做查詢 程序是這樣是正確嗎 因為 我今天回去打電話給你北監獄 任何一個管理員問他一件事情 然後就說我已經跟你達成協議了 我已經跟你偵詢過了 可以這樣講嗎 我們是瞭解 那個醫院裡面 你結合到馬街醫院的哪一個高層 你用什麼樣的公文方式 用什麼樣的方式諮詢 問他 讓他跟你們達成什麼樣的共識 不需要做這個動作 不需要做這個動作 所以你們沒有 就在那邊這樣高調說 你有徵詢過馬街 你就承認沒有 我只是跟馬街一個 來薯桃看診的醫生 問過你們醫院有什麼設備 這個醫生對醫院有什麼設備 搞不好他沒有很清楚啊 我要想請問一下 這個 這個 衛生所副市長 衛生科科長跟他們做聯繫 衛生科科長跟馬街醫院的誰做聯繫啊 對 我們都有電話資料 電話資料拿出來嘛 現在我這邊 我目前這邊我身在沒有 沒有 你現在電訊怎麼發達 好 那我們是不是請衛生署賴副署長 他剛剛講的你知道沒有 跟薯桃一位馬街醫院來那邊看診的醫生 問他們醫院的設備 我們國內的教學醫院 有沒有辦法把他全醫院所有的設備都讓每一位醫生了解 都讓每一位醫生知道 還是他只有在他比較專屬的部門知道 你有把握每一個醫生都知道整個醫院教學醫院的所有設備嗎 我想他們 薯桃這個醫師跟這個榮總這邊的聯絡 或是馬街這邊聯絡 馬街這邊一定還會去遵循相關的專業醫師 他是問薯桃一位看診的醫生 搞不好他醫生覺得說 你問我醫院有什麼設備我就隨便跟你講講啊 這樣就變成跟馬街醫院聯絡 馬街醫院沒有設備 馬街醫院是一個教學醫院耶 今天你跟他講到設備不足 我真的聽馬街醫院聽長老教會覺得很惋惜啊 怎麼醫院的名譽被你們這樣糟蹋 真的沒有設備嗎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跟馬街醫院聯繫的情形是這樣 我們法務部的陳常務次長 他有打電話給馬街醫院的楊院長詢問 楊院長表示基於人道立場可以承接 承演接檢查及診療 另外台北建立的副典立長跟衛生科科長 有拜會鼠陶 徐副院長 那徐副院長再一次提及 陳順勝也贊同 台北農民總院 無論是醫師能力及設備都能處理 我們是學法律的啊 你不覺得你自己的回答跟剛剛的牛頭不對馬嘴嗎 你一開始說馬街醫院的楊院長 有同意基於人道跟醫療他們願意接受 還願意組醫療團隊 再來話一直一轉直下 變成北間的副典院長跟衛生科科長 去問了在鼠陶的一個陳部院長 然後他們說這幾個醫院都有醫院來承接 我問你馬街醫院什麼時候跟你回答 他沒有設備可以接受這個醫療 這兩個問題這些邏輯有相對嗎 所以我在這邊跟委報告 我們就是說多方面的徵詢每一個相關的醫院 我們都要了解 了解才做最後的決定 請你不要 請你不要 顧左右而言他 我問你說你是什麼方式 用什麼樣的程序 跟馬街醫院 我現在是問了馬街醫院的 這個醫院的名譽不重要嗎 這是一個教學醫院耶 你馬街醫院你是用什麼程序跟管道跟他聯絡 然後他跟你回答說我們沒有這個設備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接這個案子 結果你又回答的是馬街醫院的院長 承諾說基於人道跟醫療他們願意組團隊 然後你現在說那我另外考慮有好幾天可以 我不選擇馬街醫院 那這跟馬街醫院不接受是兩件事嘛 我沒有說他不接受 我是說他說也要接受 但是呢另外 我們台北 監獄也跟薯陶醫院的 黃專聯 請他協助 像在他們那邊工作的一位 馬街醫院的醫師行論 那麼他當時講馬街醫院 有五小酸子 我可以說啦如果這樣多強通的話 我明天到台北地監署問任何一個罰警 如果他答不對的話都算你的責任啊 可以這樣嗎 所以我在問你程序就是在講這個事情 你是跟馬街醫院什麼程序 用什麼樣的公文來訪 做電話紀錄呢 還是用傳真怎麼樣整塊的時間 因為我知道這個有實現的問題 趕時間我同意你不要用正式的公文 但是你的詢問管道居然是說 問馬街醫院一位派到薯陶來看診的醫生 詢問他們醫院裡面的什麼設備 天啊 中華民國政府的機關是這樣辦事啊 你們以後來立法院不要問主席不要問委員 問立法院的工友 他早上七點多就來了在那邊打掃 問他說今天立法院哪個委員我要不要開會 如果他給你回答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知道他都回來 不用來開會啊 機關跟機關之間來往是這個樣子啊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機關現在變成這個樣子啊 因為他是詢問醫師啊 馬街醫院有多少醫師你知道嗎 馬街醫院少說了幾百個醫師啊 每一個醫師都了解整個醫院裡面有什麼設備 你們這樣的講法是唐塞嘛 這誰都聽得出來 不要這樣說啦 沒有就沒有 你如果基於你的官僚主義 你說因為我可以主動選擇哪些醫院 我要主動選擇 我就是這樣沒要怎樣 我們就接受 馬街醫院沒有跟你拒絕 你跟你講說馬街醫院拒絕 我覺得這樣就不對了 報章雜誌都報導說是這樣講的啊 說馬街醫院不要啊 沒有報章講的不準啦 要我們以我們的發言稿為準 所以馬街醫院是肯的 馬街醫院他是基於人道願意接受 但是馬街醫院沒有那個小準 誰說沒有 沒有 你這個是官方的嗎 還是你這個 我們有去查證 查證另外就是 什麼沒有 你今天又發改一個新聞稿說 他們那個是實驗用的 不是臨床的 所以你又現在又跟他講說沒有 實驗用的那個是屬於那個正子設計 那個那個另外 他有兩項機器 小專子他是沒有 完全沒有 另外一台他們表述 他們是做教學用 沒有 你沒有的那個資料是從哪裡來啊 我們有查詢的 查詢誰啊 但是這些都不重要 什麼不重要 我現在在問你這個問題 我的問題為什麼不重要 不是啦 我們是說台北監獄評估要送哪個醫院 監獄我們會做評估 我們評估的話是監獄的設備 家族的考量 還有我們政府的安全 通通都叫做考量 在這個地方問題重不重要 是我們在決定不是你決定啊 是 怎麼說我的問題不重要 這樣聽了覺得很難過耶 呃 對不起 委員我不是這個意思 對不起 所以喔 我跟你說喔 你們這個事情 你要知道你現在處理一個 非常重大的社會危機啊 一定要謹慎而小心 不要隨便在那邊發言啊 你們每一次發言都害我們 很慘耶 我們 後面多少選民的壓力 大家都睜大眼睛 全社會都在看這件事 所以你的發言要謹慎 發言要經過查證 政府機關處理這個事情要很慎重 我另外再問你 全台灣的監獄有幾個人犯是24小時監視露營的 有幾個 有幾個人犯是24小時監視露營的 以目前建議的設備 我們每一個社會 都有這樣的監視的 我是問你那個設備 我說現在有幾個人犯是24小時錄影的啊 不 我們全部的都 全部的社會都有這樣的設備 包括連他在上廁所 連他在小便 連他在大便 你全部都錄影 那錄影也有一個一個期限 因為我們容量有限 我們這個 監獄刑侵犯有這樣可以規定 你可以這樣子嗎 不 就安全 我們要考量 另外對一個順利來講 我們是 那你說 來通往民國的安全 要考量別的國家的監獄 不用考量這個安全的問題 我相信其他國家 他們也有這樣的 人家沒有這樣24小時錄影的啦 部長 你知道我們法務部 行政執行 做的是刑事執行喔 法院給你的判決是剝奪他的自由行耶 不是剝奪他所有的人權喔 你這樣看 今天將心比心 我在你的辦公室 我也基於安全 我跟你設24小時的錄影設備 不是在欠看你 看你上班的時候 有沒有屁股仰抓屁股 請委員 可能兩個思考方向了 當然這個問題 我們從另外角度來看問題 就是說 假如在裡面 他們有任何譬如打架 或什麼自殺 暴行等等這些 我們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自己 藉由安全的考量 我們並沒有一直往後面 來思考這個問題 問題是人家心裡不舒服啊 他認為這樣不停的監視 讓他所有的隱私 連他自己私下的行為 我想任何人都有這樣子的隱私權啊 我要上個廁所 都要不停的接受這樣的錄影 你肯嗎 任何人肯嗎 再來我還問你 你的監獄人權喔 到現在 我們已經簽了兩公約了 我們的監獄裡面 人犯連一張床都沒有 那是怎麼樣 是大家都要睡地板 是 這個是我們又現在 目前的我們的 真的是我們的重量 我們重量 整 所以整個角正署 只有在自己管理 怎麼方便怎麼做啦 並不是以人犯的人權做為考量嘛 這個結論對不對啊 是你們怎麼方便 你們怎麼管理 你們怎麼做 我們一定是朝著 怎麼樣來 妥善照顧順應的方向 來做努力 什麼時候可以達成啊 至少 最簡單的 連一張床都沒有 這個可以解決吧 要多久可以完成 我現在不能說多久的時間 因為 我們要擴充這些 你如果這樣講的話 部長也不用做 署長也不用做 我來做就好了 剛才已經報告過了 當然我們一定在這個 我們在這個 最短時間 我們有一些 這個具體的 措施 來改善 擴改進監索的措施 我們會努力來做 我們積極來做 我想這個 變成 因為他的問題 變成大家非常重視的一個問題 全社會都在看 不是只有你們官員壓力大 我們民意代表壓力很大 大家很認真 很謹慎來處理這個問題 要把這個事情處理好 監索的人權很重要啊 不然你簽了兩公約 有簽都沒有缺營一樣 被先進國家 知道台灣的監獄 連張床都沒有 大家都要睡地上啊 這對中華民國的國格 來講是很大的污阻 我們還叫做人權立國的國家 沒有錯 我跟委員報告 假如說我們有足夠的空間 我們故意不給他床 那我們不對 我們要檢討 我們要做如何自己懲處 但是確實 現在就是很難啊 為什麼難 你那個空間可以立體化嘛 對 想辦法解決問題 問題是解決方出來的 那當然 從他這邊講一句話說 因為空間不夠你們給我蓋監獄啊 不是不是 我們有在規劃 我們有規劃在增擴建 多久可以完成 時程什麼時候 第一個階段 大概五年 我們有幾個監獄 第一個階段五年 再來第二階段第三階段 你們的計畫都是一樣啦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 到時候你已經不在位子上了 我們要找誰出 我們要講做得到的啦 像現在政府的財政這麼困難 我們要請那個預算的話 有多難 但是我們還是要客服 我最後再次拜託你喔 處理這個事情要極端 極端小心啊 因為大家的壓力都很大